人家原副政委提出假离婚 那是一种迂回战术 不失为是一种办法 只有这样他在外面 才能帮你呀 是吧 这女人哪 不是头发长 见识短 打仗需要战术 同样 生活也需要策略 让我欺骗组织不可能 好 汪金卫当汉奸 还叫然着自己是取献旧国呢 自古愚合熊掌二者不可兼得 他信源地不知道这个道理 这都是死脑袭 你就不能不这么教条主意啊 瞎子算命 直来直去 要我看 人家原副政委 那 那 那对你可是没有二心的啊 以后别在我面前提他 当然 你可以用假货 以的称谓来代替他 就是不要在我面前提他的名字 否则我跟你翻脸 好好好 好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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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吗 你 还怀疑我是郑要先 什么叫怀疑 你根本就是 只不过你这人太狡猾 做事滴水不漏 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拘捕你而已 给你商量点事行吗 你看 咱俩现在关在一起 同一个站好 同一个阶级立场 对吧 这同志之间 就不能再搞内斗了 你再说了 咱们都是三四十岁的人了 这点简单的道理 你 不会不明白吧 你我是一个阶级 你是我同志 你想什么呢你 他们俩 当真就不吵也不闹了 我都不敢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他们俩从来都是针尖对脉吗 这除了你死我活 就没别的了 从今天下午开始 他们就再也没有吵闹过 而且在开饭的时候 还互相打了一个招呼 好 你先忙吧 马晓武 马晓武不知道 到底该替他们高兴呢 还是悲哀 他挖空心思都办不到的事 居然在短短一天内 在政要先和寒冰之间 就出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我1931年参加革命 竟然被怀疑投成了国民党 可谁能够想得到 大风大浪我都闯过来了 却在小银沟里翻了船 一次被抓 命运竟然出现了 天翻地覆的逆转 和你这种人画上了等号 同居一室 同在一个屋檐下 养人鼻息 我父亲 在秦淮河边上的印刷厂里 做牌子工 从小我跟他学过几个字 不算是睁眼瞎 可没想到最终把我害了 竟然因为这双眼睛 娶了一个国民党女特务 我这黑锅 恐怕是拿不下来了 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 其实 说我是资产阶级也没错 不是资产阶级 娶那么漂亮的老婆干吗 癞蛤蟆 吃了天鹅肉啊 别总给自己上纲上线的 不就是娶老婆吗 关人家资产阶级什么事啊 无产阶级就不谈婚论嫁了 马克思娶了燕妮 燕妮还比她大四岁呢 说到底 就是因为我娶了国民党女特务 林云彦这条美女蛇 缠得我晕晕乎乎的 我 我竟然不知道她是个 她是个女特务 她是国民党特务不假 但她也是个女人 为你生儿育女 对了 你女儿 就放在那个妓女家了 不放那儿放哪儿啊 你也放心 那不放心怎么办 不放心也得放心哪 林云彦那个不争气的肚皮 愣没给我生出个代伴的男孩 你们这些臭男人 其实我觉得你是个好人 面冷 心热 刀子嘴豆腐心 当然 我说这些 跟你抓不抓我没关系 我 我就是说说 你说我好有什么用啊 组织部认为我是好人 抓了半辈子坏人 没想到最后自己也变成坏人了 你跟原副政伟这么多年 这 这说散伙就散了 你这人怎么回事 哪壶不开听哪壶 闲着也是闲着嘛 你就全当我是猫枯耗子 其实我并不喜欢他 选择和他结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当初我人在石口牢匠农场 是他把我救了出来 恢复了工作 这本身也带有功利的思想 算我自欺欺人利用了人家 不提他了 事已至此说他也没什么用了 这夫妻一旦绝交 当不念旧恶 不出恶声 这人不到关键时刻 根本看不出他的为人来 夫妻本是同龄鸟 大难临头 各自飞 所谓领导干部 说白了也就是俗人一个 我说 这人哪得想开点 想开了就好了 否则你那是 你那是拿别人的错误 再惩罚自己 你这次进来 就比上次好多了 此话怎讲 上次放风的时候 你 你一脑袋就扎到地上了 我一头栽倒在地上 当时我在想 死了算了 你没死 那 那回可把我给吓死了 我要真死了 你该高兴才对 特务头子也有心软的 这一天 你说谁呢 他说你呢 那你还是去死吧 看在咱俩曾经同居一时的份上 我到时候 可以帮你收入吃 我到时候 狗嘴里脱不出个象牙子 这个真要心 太不像话了 他这么做跟谁商量过 这不是明摆着没事找事吗 大姐 你消消气 别上火了 我怎么消得了气啊 我从北京到这儿 我这气就没消过 你说说 我都活这把年纪了 我为谁操活这么多的心哪 可事情已经出了 你还能把他怎么办 枪毙他吗 我必须得给他一个严厉的处分 否则的话 他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您还别说 他姓什么 谁也不知道 干这行呢 姓的 就是百家姓 不行 我必须马上见他 这小子 气死我 我看还是别见了 既然他不打招呼 就做出这事来 这说明了 他心里早就有主意 他有什么资格自己拿主意啊 他眼睛里边还有没有组织啊 他这么干 究竟想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 解放前 他隐藏身份 解放后还要隐藏身份 他的内心就是想早点完成任务 堂堂正正做回正常人 可台湾不配合 那怎么办 那就公开给他平反 那那些牺牲的烈士又该怎么说 这不是眼下能解决的问题 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允许 像他这样的侦察员 岂能布置任务比天大的道理 您说得也许对 人都非圣贤嘛 就老正这个人 玩玩小情绪而已 玩情绪也不行 个人的利益 绝不能高于国家的利益 这还用说吗 一位出类拔罪的情报精英 现在却沦为一枚死子 抛土卢洒热血 每天却要在期盼和痛苦中 煎熬自己的假灭人生 还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我们是不是该将行彼兴 经组织研究决定 周治前发回十口劳教农场 进行劳动改造 这 这 这还有没有天理呀 这干脆给我判个死刑算了 说你胖你就喘 你要真不想活了 冲墙撞几下 肯定解决问题 你那是什么处理意见 和你一样 发挥十口劳教农场 进行劳动改造 这不会 又把你跟我弄一块 去切葱包算吧 这要是被你说中了 我宁可去撞墙 这还不如判我几年哪 就我这身板 我这腿脚 能干什么活呀 我 我上个床都费劲 赶活那是抬举你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 普通劳动者了 劳动光荣 在劳动中改造思想 你还是在改造这两个字上面 下功夫吧 那我们不惨了 谁和你是我们 虎鹿不同行 这都是命 自打遇到 我这日子就没好过过 这能怪我呀 谁叫你一天到晚的 连做梦都要抓我呢 废话 你是贼 我是兵 我能不抓你吗 要是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照样不客气 行 有时间 您就慢慢抓吧 于牧脑袋 你说谁呢 你还可以 一九五八年的春天 马小五亲自押送着自己 一鸣一鸣两个师傅 前去石口劳教农场 眼见他们唇枪舌战 斗得你死我活 眼球充血 却不能劝也劝不得 马小五当时就在想 要让这两个人和睦相处 恐怕只能在地底下 马克思那里实现 要非出叶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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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回来两个人 我对于这个州之前 以后不能靠近 韩冰离婚了 原副政委大师大妃面前 不含糊 那对韩冰 这待遇也得改改了 劳动是试今时 劳动啊能够帮助人 更能改造人 脱带换骨成为新人 对对对 成为新人 成为新人 小五 我打算提议你 让你接替韩冰的位置 出任科长 家里还好吗 最近没见你家小冷 我老丈人前阵子去世了 就那个红色资本家吗 我岳母死得早 岳父这再一走 小冷当年带领学生闹学潮 被抓进过监狱 脑子受过伤 脑子受过伤 他参加工作以后就正常了 没发嫌疑啊 这就是说 他父亲的去世刺激到他 应该只是诱焉 他和父亲一直相遇为面 也是半会儿接受不了 这个打击 事为有指示 要求我们公安系统 提高破案的百分率 即政治案件 刑事案件 计刑案案件 预谋案件破案百分率 你可要有思想准备啊 这不等于把我放火上考考 尽力 我说 尽力 大家都在苦干大干 你总说怪话 也不是回事 共产党员 关键时刻要永挑重担 另外 颜额的案子不能再拖了 你还别说 这个女人啊 还真有一套 硬是跟我们周旋了这么多年 经过一九五六年 我们重点打击之后 他就下落木鸣 说来也奇怪 这么多年 我们一直找他 都找不到一点踪迹 这一点 连我都感到奇迹 你师父怎么说 我师父说 如果颜额一心要藏的话 我们是没办法找见的 不过 有一个人能让他露面 公术 对 就是那个逃到香港的公术 那他们之间 还有联络吗 颜额断绝了 跟外界的一切联络 他们应该没有联系 是 那就抓紧时间查吧 有什么困难 和组织说的 是 向我 小冷兵退回家了 好好照顾他 需要什么帮助我 尽管找我找组织 什么感觉 我 持组 有个自由 联络 撤余弹 警长 陆 你以为你想撤就能撤出去吗 那么多的高官将军 都撤不出去 像咱们这些阿猫阿狗的 做黄粮美梦了你 再说了 这台湾 它就这么一个弹丸之地 要是都过去了 我估计啊 连战都站不下 兄弟们好 兄弟们好 我来了 兄弟们 这几天相伙不算晚 你们都体谅我一点啊 现在 也只有这些东西 是不需要聊天了 院长官 这个样子下去 不行哦 我长期在苗子里头偷共过 那菩萨呀 把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他肯定不会让我 你看 看 国军有动静 这就给我们 创造了条件和机会 返攻大陆 我有希望 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总有一日 台湾会想起我们的 要让马跑 不会不给马吃草的 你这是在花瓶冲击 让我和兄弟们完美之苦 对 我就是在花瓶冲击 完美之渴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在希望和期盼中 不至于在黎明到来之前 渴死 饿死 现在最麻烦是没有演的 长期提了一切也 兄弟们身体会出毛病的 要翻弓大路 也没了力气的人 我们都在共军面前露过脸 不能进城 村村寨寨也不能去 现在老百姓的警惕性很高 能不能再想一点别的办法 除了头供供 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菩萨 你要是不高兴的话 你就惩罚我一个人吧 阿弥陀佛 你要干什么 楚家 楚家 这鬼儿子 你要我的祖宗 你干啥子呀 你干啥子 你干啥子呀你 我长大了 我要出去工作 养你 养妹妹 你去 主帮 主帮 不管咋说 你总得把这高中给念完吧 妈就是宰国 妈共得了你 咋过 你当了手镯 当了戒指 当了耳环 你还能当啥 你就是有东西当 也没有典当铺了 都是旧社会的残诈于你 妈 我都失望了 念不念书也没啥大意思 我还是出去找点事干 我是男的 得养女的 可是你说 像你这种出身 这有哪个单位敢用你啊 都是妈不好 你跟着妈 让你受委屈了 妈 活人不会叫尿便死 那老天爷把我生下来 总不会看着把我饿死吧 这吧 那你可想好了 去干啥子 我踏鞋子别指望了 这年头 还有几个穿匹鞋的 有匹鞋也不敢穿 我去休息 妈 哥 我回来了 乔儿回来了 那做什么好吃的 我都快饿死了 吃吃吃吃 就知道吃 饿死鬼脱圣 在家里都快叶不开锅了 也不知道替这个家 省省心 哼 行了你 你少说两句 君宝啊 这不是微娘的说你啊 这可就是你不了解女人了 这女娃娃呀 在这种年纪 正是馋嘴的时候 知道为啥的呀 这花骨朵啊 要为将来开花做准备嘞 你干啥的 我还没说完呢 君宝 君宝 微娘的没用啊 妈真是 人见命见 真病里头注定无子 非要把你收了当儿子 老天爷不高兴啊 妈说过的 妈不让你去给人擦皮鞋 妈要让人给你擦皮鞋 妈没用 你这是什么工作态度呀 严肃认真一点好不好 你要点得个位数 周志勤 你重新点数 什么叫不认真呀 还个位数 鬼子六能算错 你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呀 我一个犯了错误的人 能有什么意思呀 我 我看你是罪翁之翼不在旧 你要把我往国民党那边推 你本来就是国民党 还需要我推吗 我是在国民党那儿当过几天小兵 那跟国民党反动派 是彻底不同的两回事 那是我错了 一下误会了你这么多年 对不住啊 你给我给我给我 给我 你这说话阴阳怪气的 这什么意思啊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呢 都混到这个会儿上了 你说话还不拔个门 成心别人把你弄死了 你心里才舒坦什么 这有人要把我弄死啊 我得感谢他 我这个人 就是缺少自不了断的勇气 再说了 不让我说实话 那干脆就把我杀了 你 你看着我干吗 没人欣赏你这张脸 你果然不是鬼子溜 至少他办事比你良好 这话从你嘴里出来 那堪比蜀道啊 难于上青天嘞 难吗 其实啊 有的时候我也挺佩服你的 本该是共产党员 说出口的话 偏偏要你给说出口的 谁让我又国又民呢 给点阳光你就灿烂 还真没看出来 少给自己脸上贴近 少给自己脸上贴近 任任进入等个行乐院 吃河传用 不要嵌 集牙鱼肉围到鲜 炖炖炖炖炖都可吃得四个盼 天天刻去迷失 我们的 这鞋怎么修的呀 风沾两毛 家长四毛 坐 帮我粘个底 爹 好 你怎么跑到这儿 来做生意了 城里管得太严 没办法 不想这乡下 那你会经常来吗 总在一个地方待着 没准哪天 就被抓小伤小缝的人 盯上了 风险太大了 不值得 不过 我肯定还会来的 这地方休闲的人 确实比其他地方人多 多吗 多呀 这地方的人啊 有不少打赤脚 那不是因为没有鞋穿 是不好意思穿鞋 没穿好鞋呀 穿不出门的 你闻这儿的人哪 那是最注重个人形象的 碍面 脸皮还薄 发动是什么 还愿意 就知道了 这堆不开 在你 抹着 还 得 慢点 慢点 你呀就是好表现 一把年纪了 郭管教说了 我这叫洗心革面 戴罪立功 那也得实实求是呀 你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体 就算是戴罪立功 你腰疼了 我这腰啊 你这会儿知道 你不是小伙子了 你不是爱表现吗 你吐血了 我连肺都快吐出来了 三分队结了婚又离的 那个小丫头 跟我们是同类的 出事故了 我刚接到上面的通知让 让我去顶替一个姑娘 我不会是去替她吧 好赖你是个死人堆里 爬出来的老兵 这就哆嗦上了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 好 想休息了 那你的问题啊 是该如何改造自己的思想 劳动只是一种手段 目的也不是为了要整谁 一个人有多高的觉悟 都能在劳动中 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 劳动是一块试经时日 郭管教啊 你的理论水平 就像你的思想觉悟 那真是芝麻开花啊 怎么讲 节节高 你没事吧你 你看我像没事的样子吗 我给你讲一个革命故事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长城途中 也有个崔志班长 他负伤了 伤口化浓 高烧不退 但他每天仍然咬牙坚持 我体弱战友扛枪 你不就是要告诉我 轻伤不下火线吗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自己都办不到的事情 却要拿来教育别人 周志浅 你的问题很严重 你简直是 顽固到底是不是啊 周志浅 你给我站起来 我站不起来 今天 不好好整齿你 我郭文质 随你已兴 别动了 你要去耕地干活了 大家伙都在你追我赶 劳动中改造思想 出大力流大汗 我岂能躲在 环境安逸的食堂里 偷得福生半日闲哪 把这个带上 把这个带上 到厨房 去浸点盐水 有盐水浸过的窝头 我们就能撑过来了 可是 这 可这是你的口量啊 现在每天每个人 只有两个窝窝头的定量 这男人饭量本来就大 我吃了你的 你 你可怎么办 我的命贱 再说了 我早就是个该死的人了 你能活下去啊 比我更有意义 如果有一天 你查清了 我不是郑瑶仙 别忘了 到我坟前 说声对不起 直到这一刻 韩冰才突然意识到 面前这个男人 他到底是谁 是周志前还是政要先 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自己应该做的 是留住这患难之中 得之不义的友情 你也不许死 好 听你的 我也不死 说话 可得算数啊 我不是都每天都不可能 会儿一样的 是吗 谁也都可以 不想我 你不是而已 我又要 你不能再请我的 我便宜吧 什么意思 就很多便宜 我便宜了 你不可能 我便宜了 两个人 和那些已经定性 思想落后作风差的人员可不一样 我还可以告诉你 在你没想出收拾他的办法之前 他早收拾你了 不信你可以试试 我绝不拦着 我说马科长啊 你这胳膊肘 怎么竟往周知钱那儿拐呢 我这么说可是为了你好 英母厅在你 关于你 给他安排重体力劳动的事 上面有些人很生气 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吧 不明白 不明白 回去想想就明白了 还是那句话 思想教育不假 但你得分清楚 是真对谁 主意 一块山 蛋 大腿 别说不念 好 红尔 算話算話 你這是怎麼了 誰欺負你了 這 他真有你的 你略是小姐 就換了一個星期的休息 心眼玩的這個地步 真是給你沾上毛啊 你別損和我在海底 我聽出來了 你這次啊 肯定是在表揚我 不要臉 你放心 不會有我也罷的 是啊 貴子溜就不掌尾吧 你又來了 你跟管教兜圈子打游擊 能用你好果子吃嗎 就算你一時得逞了 這好運也不能天天辦著你 只能齊驢看長本 那邊邊邊走邊瞧了 這次 我要不刷點心眼 搞個陰謀詭計 我這 身板不死也半死 咱現在不談這個了 你吃了嗎 吃了 我這吃了就算怎麼回事啊 你這連連床都下不了 上哪兒吃去啊 沒什麼 我這也跟你說 這可是你的口糧 我這吃了就算怎麼回事啊 都說難怪 記住我一句話 活下去 比什麼都強 好 好 好